大家可能知道過去我曾經是一個癌症的患者 抗癌成功之後 我覺得當一個立法委員 我應該要為癌症的病友做些什麼事 所以我就投入了再生醫療這個區塊的 不管說是研究 但是法案的推動 我相信我應該是民進黨團之內 或者是整個立法院之內 最用心的一個 我們把時間序整理了一下 從2018年特管辦法開始實施之後 吳坤裕委員也率先提出了 再生醫療製劑管理條例 當時因為大家對於再生醫療 對於細胞治療 對於製劑管理 其實還沒有太多的共識 跟還沒有太多的理解 很自然的在那一屆 我們就沒有辦法來完成修法的程序 第十屆 2020年 我也是立法院裡頭第一個提出雙法的人 一直到這一屆 那在這努力推動的過程裡頭 其實我不只一次的談到 再生醫療法的推動是我一生的直至 很感謝這一次 在黃秀芳委員的召集之下 我們在上禮拜上禮拜完成了修法 甚至完成了不需協商這樣的一個重大成果的進展 再生醫療法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麼 他不只是對癌症病人有幫助 對膝關節退化的人有幫助 對心臟破損的人有幫助 對皮膚缺陷燒燙傷患者有幫助 甚至很多的人體試驗進入了腦性麻痺 Parkinson 腦性退化等等 很多的治療 很多的人體試驗都在進行當中 這樣一個救人的法案 竟然比不過傅昆奇委員的國會三法 我們必須要跟昨天開記者會的 洪孟凱委員說一下 洪孟凱委員說 只有國民黨的委員才是負責任的排審 請大家看一下這一張照片 黃秀芳長得像王玉民嗎 黃秀芳委員就站在這裡 公報上面也很清楚的寫著 排審的招委叫做黃秀芳 洪孟凱委員從頭到尾沒有出現 從頭到尾沒有出現 然後你連招委是誰你都不知道 還胡扯 然後還要人家去拜託你 你才願意把他排進去 要去求你 你才願意把他排進去 然後還說我們要先處理 副大委員的案子為優先 指責民進黨過去在國會多數的時候 為什麼不通過 我們必須很清楚的告訴大家 民進黨在國會多數的時候 我們希望藉由協商 藉由共識來取得大家對這個案子的認同 而不是像你們現在這樣子強行惡霸的方式去通過法案 如果要強行通過 我何必苦苦推動了三界 如果要按照你們的方式去處理的話 2018年我們早就可以強渡關山了 為什麼要努力這麼久 立法院是有制度的地方 立法院的法案制定 很多是無關政治 很多是可以救人 是可以幫助人的地方 但是你們的良心在哪裡 每天被你們拿來玩政治 連救人的法案你們都可以擋 都要擋 你的良心在哪裡 洪孟凱委員 傅崑綺委員 你的良心在哪裡